第三十五集 月夜下,一骑飞驰,李明锐从出京后就没在马下歇息过,除了必要的小姐外,她吃饭睡觉都在马背上。 日夜兼程,让她风尘仆仆的脸庞,销瘦了一圈。好在她身体底子好,在寒地又练出了极好的奇术,她坚持住了。 李明锐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江南,在宁星告诉她的地点,她发现了起火的村庄,听到有人喊救命的声音。 借着火焰的照明,她看到几个身穿黑衣的男人,他们灭绝人性地将冲出来的人再逼近火海中。 公主命令,不留活口,你们去阎王殿药找准仇人,我等只是奉长乐公主命令,送你们上路。 李明锐趴在一旁的草地上,草丛掩盖了她的身体,是长乐公主吗? 不可能,长乐公主是宁星的朋友,他们不会这么阴狠。 李明锐在马车旁边的空地上,看到了一大两小三个昏厥的人,这几个人应该也是宁星让她带回京城的人。 她看了一眼火海,听到求救的哭声,李明锐从地上跃起,直扑向那几个黑衣人。 带走正人固然重要,但她无法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村庄的老少被烧死,做人不能太自私。 李明锐的拳脚功夫不错,可一个人的力量敌不过在场的黑衣人。 在黑衣人反应过来之后,她因偷袭占据的优势荡然无存。 黑衣人围上了李明锐,她陷入了重围之中。 即便如此,李明锐依然没有后悔方才的选择,她眸子里闪过几许的愧疚。 黑衣人手中的刀在她胳膊上划过留下了一道伤口,鲜血渗出染红了衣服。 就在李明锐感觉坚持不了多久时,从火海里冲出来的村民拿起衬手的榔头和木棍,向黑衣人袭来。 原本麻木等死的村民因为李明锐突然的出现,而重新焕发了对生的渴望。 趁着李明锐同黑衣人缠斗,他们再一次从火海扶老邪幼的冲出来。 当他们看到救命恩人身陷险境时,他们没有趁机逃跑,而是贡献了他们的力量。 众人石柴火焰高,当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当仇恨控制了行动,这些普通的村民化身为不怕死的战士。 十几名黑衣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中,哪怕是垂涎的孩童都在母亲的怀里向他们扔石头。 李明锐愣神了好一会儿,向马车旁边走去。 果然,李明锐看到有一个黑衣人将方才躺在地上的三人扔到了马车里。 李明锐大喊一声, 哪里去? 他冲上去,拽住了启动的马车。 李明锐的胳膊用力,身上的衣服撕裂开,露出他强健的胸肌。 马车上的黑衣人扬起鞭子抽打他, 兔崽子,放手! 李明锐硬是吃了一鞭子, 腰腹用力翻身上了马车后, 一拳将黑衣人打落下去。 他勒住了缰绳, 让狂奔的马匹慢慢地停下。 李明锐回头看了一眼车厢里的三人, 常常出了一口气, 到底是赶上了。 若他无法完成宁心的嘱托, 他没有脸面再见宁心。 村民同黑衣人的战斗也接近尾声。 黑衣人大多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 村民恨不得直接一棍子敲下去, 了结这些畜生。 他们不是常乐公主的人, 常乐公主知道有人打着他的名头行凶, 才让我赶过来阻止。 不得不说, 李明锐憨厚的外表占了很大的便宜。 劫后余生, 朴实的村民们愿意相信他, 对李明锐恩公恩公地撬着, 哪怕黑衣人说他们是常乐公主的侍卫, 都没有人相信。 马车上的妇人清醒过来, 他先是抱紧了自己的孩子, 却生生地问道, 李明锐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为王仁多谢这位大侠相救。 妇人二十多岁, 却一身寡妇撞束, 她本就寻常的眉眼, 又因为眉宇间的死迹, 显得暮色沉沉。 那双眼眸若古井一般, 毫无生机。 李明锐皱了皱眉头。 魏王仁? 你丈夫? 她去了。 何曾安葬? 她尸骨无存, 若不是相亲好心, 我连衣冠种都凑不齐。 你夫家可姓于? 是, 我丈夫曾经是教书先生, 他也中过秀才的, 那年乡时, 他说去考举人, 后来, 银杏皆无。 我们这是乡野地方, 只听人说, 他落水淹死了。 你同我回京, 我知晓他在哪里。 李明锐郑重地说。 此处位于南岳王封地和大唐皇帝管辖郡县的交叉地带, 村庄自给自足, 村民贫苦, 大唐和南岳王都不大理会此地, 所以说, 那人才敢明明有妻, 还想着上主, 这些黑衣人才敢打着常乐公主的名号胡来。 李明锐是憨厚, 但他不愚蠢, 知晓事关重大, 也记得宁心说过, 下个月, 成了公主大婚。 他不敢再耽搁时间, 辞别了对他感恩戴德的村民, 带着母子三人和黑衣人的头目上路。 李明锐将俘虏卸去四肢, 以防逃跑, 卸下下巴, 以防他服毒, 每日只请那位瑜伽娘子, 为他吃粥。 因此, 等李明锐赶回京城时, 那名黑衣壮汉, 起码瘦了二十斤。 李明锐不在的这段日子, 宁心生活平稳安宁, 常乐公主几次命人送来吃食小物件给宁心, 在常乐公主筹备婚礼时, 还记挂着她, 就冲这一点, 足以让伯爵府的人不敢亏待宁心。 薛真听说, 宁心和常乐公主交情甚密, 并定下了手帕玉门后, 在她的脸上, 多了几许未卜仙之般的冷笑。 不管她。 越发得贤妃娘娘看重的薛真, 最近却有点高兴不起来, 她娇艳的脸上, 没有定清后的娇羞喜悦。 薛真将书桌上的纸张扔进火盆里, 火焰硬衬着她的脸庞。 她能不能吸点别的? 功课呢? 静弄于些, 活而不识的东西。 王继玉的诗词, 尤其是情诗, 着实有名, 她在京城都算得上是第一号了。 她写的诗词, 感情丰富, 对男女之间的情谊刻画得淋漓尽致。 许致了解心疼女子, 在她的诗词中, 女子大多是完美万约的。 因此, 王继玉其实在《规格少女》中还是很出名的。 以前, 若是她做了这么一首诗词送给薛真, 薛真会满怀喜悦地收下, 并且附上一首情诗作表白。 可如今, 薛真都同她定亲了, 王继玉在整日里弄些酸诗, 不做功课, 不关心朝堂, 只沉迷于儿女情长之中。 浩强争胜的薛真如何能受得了? 她嫁给王继玉, 一是为了报仇, 二是知道王继玉将来的成就。 当然, 在此时的薛真眼里, 报仇比王继玉将来的成就 还要更重要一点。 薛真发脾气的时候, 旁边的人不敢规劝, 等薛真将王继玉送来的诗稿 都撕碎烧毁后, 打扮得体的丫头才敢说话。 王公子怕是身上伤口还没好, 有您在这儿还愁王公子不能高中? 我要的不是依靠裙带关系的废物男人。 薛真的面色显得很厉。 主子, 怒必看王公子的性情, 怕是一会儿半会儿难改, 您不能着急, 但慢慢引导王公子向上, 向上次您打破王公子脑袋的事情, 可不能再有了。 听说伯爵府的太夫人和太太对您颇有为辞。 哼, 怎么, 他们不喜欢我, 想要退婚? 不是, 不是的, 只是奴婢觉得, 您既然是早晚要嫁进去的, 还是同夫家的长辈好好相处得好。 楚氏那个老妖妇, 欺忍怕硬, 最擅长伪装。 薛真对楚氏恨得牙痒痒, 以前他还能装一装, 可定亲后, 他在亲近人的面前, 装都不屑于装了。 我迟早收拾了这个老妖妇。 主子, 你别说了。 薛真深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底的刻骨恨意。 柳妞, 我知晓你是为我好, 但我今日告诉你, 伯爵府里没有一个好东西。 老妖妇和宁钦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害人都不带眨眼睛, 鲜肠比蛇蟹还毒。 柳娘是薛真亲提拔上来的丫头, 谁也不知薛真怎么就对她另眼相看了。 柳娘对薛真很感激, 因此对她忠心耿耿。 柳娘心疼地说道, 既然主子知道, 为何还想着嫁过去? 柳娘的双膝跪地, 眼泪盈盈地苦劝。 奴婢写一说, 奴婢在旁看着王金玉不是良人, 您再要强也是个女子, 需要一个家, 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 柱子, 奴婢恳求您再想想, 您配王公子实在是可惜了。 长相一般的柳娘从来都不多说话, 也很少人知晓, 她是个有内秀的人。 薛真拉起了柳娘, 拍了拍她的手背。 你为我好, 我知道。 柳娘, 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有什么话, 我可以同你说。 我知道伯爵府没有好人, 可是, 我不能不嫁。 主子! 柳娘看到薛真唇边的苦涩, 她实在不知道怎么劝才好, 明明主子什么都明白, 却偏偏要去跳火坑。 薛真缓缓说道, 她现在是看着配不上我, 可她不会总是这样的。 柳娘, 这辈子我不会再做错任何选择,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我要快意的过一辈子。 她是薛真, 杏林长公主的爱女, 绝对不会再做宁心的踏脚石, 那些吃了她的都给她吐出来, 那些算计她的都得百倍偿还。 宁心自尽有什么动静? 回县主, 她最近经常同常乐公主出游。 她没在做别的事? 没有。 我想也是, 她拿什么疼我比? 宁心没见过贤妃, 更没有给贤妃出个主意, 她没有实力操作那事。 薛真冷笑道, 哼, 既是他们要好, 死在一起, 正合适。 肉娘, 你让人去伯爵府告诉王继玉, 我在卫明湖等她。 是, 竹子。 百炼成钢, 我是为了她早日成才。 薛真对王继玉将来的成就很有把握。 宁心被常乐公主派去的马车, 接出了伯爵府, 见到脸上挂着满足幸福笑容的常乐公主, 宁心无奈地说, 今儿, 你又让我看什么? 常乐公主挽住宁心的手臂, 不客气地笑道, 帮我参谋公主府的布置, 我发现了, 你的眼光比我还好呢。 公主府的布置, 宁心的心中没来由地一通, 听着常乐公主对未来的打算, 她的一颗心沉入了谷底。 常乐公主看出宁心的兴致不高。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鲜妹妹有什么难处, 大可同我说。 宁心咬了咬嘴唇, 郑重地说道, 今日你不派人来接我, 我也会来找你。 什么事啊? 我需要一个僻静的地方, 单独同你说话。 常乐公主将宁心带到了公主府的书房, 笑着说。 你可以说了。 公主府的书房外, 莫立着以风筝为首的宫女和士臂。 风筝是个心系的人, 隐约听见屋子里传出了乌叶的哭声。 她悄悄打量了身边的姐妹, 见她们毫无反应, 她自我怀疑是不是听差了。 每当宁小姐来看公主时, 公主就会显得很欢快喜悦。 在风筝伺候公主沐浴时, 听公主说过, 宁心是她最好最好的姐妹, 比亲姐妹还要亲厚。 风筝立着耳朵仔细听了听屋子里的动静。 没有常乐公主的召唤, 她不敢擅自进去。 风筝的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慌乱, 她预感到公主一定是出事了。 她此时只是希望宁心小姐能安慰保护公主。 别看宁小姐比公主的年岁小, 但风筝有种宁小姐是公主主心骨的感觉, 公主有犯难的事情都会询问宁小姐的意见。 在宁小姐面前, 好像再难的事情都变得很简单。 自从公主同宁小姐定盟之后, 常乐公主的身体好了许多, 不再动不动的就生病。 公主同皇后娘娘的关系也恢复了几分, 现在她不用染病就能让陛下留在中宫。 聪明的风筝看得出这些好变化都是宁小姐带来的。 风筝对公主忠心耿耿, 对总是显得很淡定从容的宁心佩服有加。 有宁小姐在, 她不用再为公主过多的担心。 风筝想着, 是不是让人准备浴桶和热水, 公主一定还得沐浴呢? 书房中, 常乐公主勉强稳住身体, 眸子从惊讶, 不信到死一般的落寞, 眼泪促促地滚落, 她沙哑地问向宁心, 你不是骗我, 喜妹妹, 你是骗我的, 对吧, 对吧。 常乐公主仿佛救命稻草一般, 抓住宁心的胳膊, 她眼圈通红, 启望地看着宁心。 你是骗我的, 鱼狼, 鱼狼, 她不会说谎话, 她对我的感情, 不是装出来的。 但凡幸福的人遭遇背叛, 大多怀疑, 背叛是假的, 是糊弄人的。 上辈子宁心, 直到看见娘家被封, 她才相信, 韩王是打算彻底地清除宁家。 韩王是他的师兄, 被父亲当作另一个儿子, 韩王对父亲一样是有感情的, 可这份感情, 比不过江山, 比不过唯我独孙的地位。 宁心当时差一点提着宝剑, 冲到韩王府去问个究竟, 不是小姨让她冷静, 也没有后来的那些事了。 我没说她对你的感情不真, 公主殿下是最好最美的女子。 可是她, 竟然有妻子, 我懂她的婚姝算什么? 堂堂大唐帝国的嫡长公主, 竟然做了妾, 没有比这点更羞辱的。 尝了公主苦涩地问道, 你一直不喜欢鱼狼, 总是求我相信她。 新妹妹, 我相信你, 可你能告诉我, 从哪儿看穿她的? 她挂着玉佩的鹰落, 那种独特的编法, 是杨家女子编给丈夫的, 是童馨结的一种。 杨家? 哪个杨家? 是, 是前朝武王杨家。 前朝杨家被大唐开国皇帝屠杀殆尽, 而大唐的开国皇帝, 之所以仇视武王杨家, 据说因为当时的武王 抢了开国皇帝的心上人, 不管当年的爱恨情仇如何, 现在的人很少再提起武王杨家,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杨家竟然有后人, 而且还同当朝的公主争夺夫婿, 冥冥之中像是宿命安排, 宁心不懂什么是狗血, 但对眼前的这桩事儿, 他也觉得不可思议。 隐瞒妻事在大唐很难做到, 可那位于壮员偏就做到了, 而且做得天衣无缝, 若不是宁心知道杨家的秘心, 常乐公主会被于壮员骗婚的, 若不是宁心的外祖家同武王杨家有渊源, 他也不认识杨家女编的阴落。